中共二十大结束不到一周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就率领新一届的政治局常委 前往陕西延安 瞻仰革命纪念地 包括中共七大的会址 还有毛泽东故居等等 打了二十大闭幕以后 你看我们中央政治局的常委同志 是怀着崇敬的心情 来到延安 延安是中共还没取得中国政权前的重要活动据点 即将进入第三任期的习近平 权力来到空前的高峰 这次带领常委来到中共色彩最浓厚的延安 或许标志着改革开放的时代结束 当年邓小平在改革开放后 在党内引入权力平衡的机制 包含任期限制 就是要避免重蹈毛泽东时期 一人独大的局面 虽然拒绝西方的民主 可是也强调经济发展的重要性 但如今习近平将常委全部换成自己的亲信 也把共产党对社会的控制 看得比经济发展更重要 全党同志要站稳人民立场 践行党的宗旨 贯彻党的群众路线 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 根据中国媒体报道 习近平在参观之后强调 中共在沿岸的历史 扭转了中国的命运 他还特别提到自己曾在沿岸生活七年 十分熟悉此地 习近平过去在十八大后参观国家博物馆的展览 并提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十九大则是来到了上海中共一大的会址 这次选择来到沿岸重温与毛泽东相关的党史 有分析认为中共接下来要展开新一轮清算 把不坚定支持习近平的领导干部大局整肃 华语新闻徐浩铭综合报道 请订阅按赞分享华语新闻YouTube频道 并开启小铃铛 即使掌握全球时事与最新趋势